《希望新生》 《圆文》跟大家念一下 132页236则 转新 这个世界是不是很不完美 那佛陀为什么 以止暗地 它就变成金色的净土 到底是它真的不完美 还是由于我们的心不完美 使得映入我们眼帘的世界 就是不完美的 那么要觉在哪里 就是转新 再念一次 这个世界是不是很不完美 那佛陀为什么 以止暗地 它就变成金色的净土 到底是它真的不完美 还是由于我们的心不完美 使得映入我们眼帘的世界 就是不完美的 那么要觉在哪里 就是转新 那我们顺着这个 正如老师这段开始的文去思考 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世界很不完美 为什么世界会很不完美 你们答案是什么 好 如果我们用佛法回答的话 因为我们的共业很不清净 因为环境 大家一起共享 这个环境是我们的共同的业力 所感得的 如果我们说共同都感到 世界很不完美的话 就代表说 我们的共业很不清净 但是呢 为什么佛陀以止暗地 它就变成金色的净土呢 为什么佛陀以止暗地 它就变成金色的净土呢 因为佛陀刚好相反 他无量无边节以来 造种种的妙善之业 好 其实那个佛陀在成佛前 也有一个公案 我始终印象很深 我还记得马明菩萨写的 那个佛陀成佛前的那段经历 我有时候还觉得蛮卡通的 他怎么讲呢 他说 那佛陀要成佛前 不是魔君来干扰佛吗 恐吓佛 要破坏佛的修行 那魔王先派他的眷属出来 那些大批的魔君 每个人都故意 变现出很可怕的样子 比如说 肚子上突然长一个大嘴巴 然后那个嘴巴上面都是獠牙 舌头吐出来 就一副很恐怖 很奇心怪状的样子 要冲过来伤害佛 结果呢 就像我们上次讲的 因为佛陀无量节以来 已经把那种烦恼 完全降服了 所以看起来好像威士的力量 远大于这个世间任何军队的 这种魔君的力量 这样子冲过来要伤害佛呢 射过来的箭变成花雨 然后变现成很可怕的 要冲过来伤害佛的这些魔君呢 那也因为佛陀进入这个 慈心三昧的关系 就是完全心安住在 没有任何烦恼杂染的 慈悲心的关系 那些冲过来魔君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变现出来 那个很可怕的样子 全部都变不回去了 然后他们就只好 带着那个可怕的样子回家 然后把他们家人都吓到 我读到那段时候 真的把我笑坏了 这真是非常卡通 我都不知道佛陀成佛前有 有这么卡通 这么精彩的一段经历 那那里面最精彩的就是 后来魔王发现他的眷属 没办法破坏佛陀的修行 佛陀要准备成佛了嘛 魔王就自己亲自出来 好 要跟佛陀做对了 那时候佛陀非常慈悲的看着魔王 然后跟很冷静 很沉静很激静的 我想应该是有面对微笑的 跟魔王讲说 其实你之所以能够成为魔王 是因为呢 你有一生 你有一生 你做了无遮不失的供养 那个福报让你成为魔王的 什么叫无遮不失 就是说他把他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出来 然后任何人都可以拿那里面的好东西 没有任何遮拦 没有任何阻挡 没有任何资格的限制 经典里面说 有人肯做这样的无遮不失的话 会累积非常大的福报 然后呢 那个魔王 那个佛陀就说 你之所以能够当上魔王 就是靠那一次 你曾经做过一次无遮不失的 这个供养的福报 让你成为魔王 但是呢 我佛陀说我 我无量解以来 为了利益众生 我做过无数次的 无数次的无遮不失的供养 有的这个 有的经典里面甚至记载 佛陀还讲了另外一句话说 这整个大地 没有任何一个土地 没有任何一寸土地 没有我过去生 为众生流下来的鲜血 就是说整个大地的任何一寸土地 都有佛陀过去生 为了利益众生流下来的鲜血 流过这样 那当时魔王就很不高兴 很不服气 说你是不是讲大话 你怎么作证 然后佛陀也是一样 用手指按地 然后说地神可以出来作证 然后地神就出来 然后很认真 很虔诚的作证 说的的确佛陀过去生 是这样子 这个大地没有任何一寸土地 没有佛陀为众生 流的鲜血流过 然后佛陀也过去生 无量无边节以来 为了利益众生 做了无量无数次的 无遮不失的供养 然后整个魔君就溃散了 魔王也溃散了 所以呢 为什么佛陀以止按地 就变成金色的净土呢 因为佛陀无量无边节以来 造种种的善妙之业 所以正如老人说 到底是他真的不完美 还是由于我们的心不完美 我还再加一句 据说那些魔君的眷属 变现成那么可怕的样子 变不回去之后 其实回家之后 好像过了一段时间 不知道是过了几天 还是多久 又慢慢恢复回来了 佛陀还是蛮慈悲的 其实他之所以会丑那么久 是他自己过去的恶业所感 不是佛陀让他那样子 不一样 那 正如老人说 那到底他是真的不完美 还是由于我们的心不完美 使得映入我们眼帘的世界 就是不完美的 那么要觉在哪里呢 就是转心 那我们再进一步思考 什么是转心 你们觉得什么是转心 对你的心脏很恐令 向左转向右转 转心吗 不知道 所以什么是转心呢 转心我的理解 就是我们佛法里边讲的 皈依 你看皈依的皈 是不是一个白 一个反 白反的意思 就把黑的变成白的 皈依就是转心的意思 所以持续的皈依 师长佛陀 把黑的恶念 转成师长佛陀 欢喜的白的善念 这样就可以和 师长佛陀的大威神力相应 再说一次 我们持续的皈依 师长佛陀 把黑的恶念 转成师长佛陀 欢喜的白的善念 这样就可以和 师长佛陀的大威神力相应 能够有力的扭转业力 扭转感受 扭转命运 业力转的话 你的感受跟命运 也会转 所以透过皈依 我们会跟师长佛陀 那个非常了不起的 大威神力相应 你就会得到一种 很强的扭转业力的加持 是有机会 有力地扭转你的感受 扭转你的命运 这个时候当然可以 把这个很不完美的世界 变成金色的净土 所以像那个 赞颂欢乐颂里面 不是有句吗 当我听到你的声音 曾荣老师说 他听到师父的声音 娑婆世界变金城 就是跟师长的心 真正相应的时候 得到师长的加持 这个娑婆世界都可以变成 金色的净土 那我记得有很多年前 有一次 师父是派我去这个海外 那帮忙处理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呢 我也在海外认识了一位 这个 朋友 算是同行吧 他也 他也这个 因为都是师父的弟子嘛 那他也 他也协助我处理这个事情 这样 可是我 我们以前没见面 是第一次见面嘛 后来我发现 我们可能 树生有违缘 好 为什么树生有违缘呢 我发现我 我好像不用花什么力气 我就开始很讨厌他 真是不好意思 一个法师说他讨厌某一个人 这真是很不好意思的事 可是我那时候 真实的相状就是如此 好 就是很容易就讨厌他 讨厌到什么程度呢 后来我只要听到他讲话 你不要说我心里不舒服 我觉得我身体都开始不舒服 这个看样子 过去生活 原来都很重 那 那 这就是我自己的意 很不清净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人很不完美 那 就后来有一次呢 我在 因为跟大家一起做事情 会有很多讨论的机会 有一次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呢 那 他就有一段 比较长的 谈话 他就有一段比较长的讲话 听着听着听着 我开始又心里不舒服 然后也带着身体 就开始不舒服了 就在那一刹那 就是我们讲的 师长佛多的法身是 骗一切使出的 我觉得我有得到 师父的加持 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认识真如老师 其实真如老师 也一定有在加持我 虽然我还没认识他 我就在那一刹那 我突然觉得 怪怪的 好像以前听师父讲过 听闻鬼理 不只是用在你 听师长讲话的时候用而已 听闻鬼理是 任何人跟你讲话 你都可以用的 师父不是有讲 那个老比丘 挨四鞭子 正得是果的公案吗 他就显现出 听闻鬼理 其实是你面对任何人 都可以用的 乃至于像那个老比丘 他面对四个 要跟他恶作剧的年轻比丘 敲他四鞭子 他都可以正果 正得胜果 我那时候想 对啊 那师父不是讲 听闻鬼理吗 那我现在听这一位 这个同学讲话 我怎么会 心里这么难受呢 这样子 我没有把听闻鬼理 用出来 那时候想到了 我就开始跟师父祈求 然后我就开始 试着用听闻鬼理去听 可是我 当我转心了 这样子很认真的听之后 发生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我想都想不到 因为呢 那个之前 我跟师父学习的时候呢 师父会讲很多佛法里面 很多很深邃的内涵嘛 其中有一个问题 我想了好几年 我都没想透 就是有一个佛法上面 一个概念的问题 我想了好几年 我都没想通 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就在我转心 然后开始用听闻鬼理 很认真的听 这位同学讲话的时候 就在那一刹那 他居然把我想了好几年 没想出来 答案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他就从他嘴巴里说出来了 我那时候真的很震撼 可能说话的人 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或者说他不知道 他说的东西 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可是我真的是很震撼 就是我的心 听话转心的 没有很久 一两秒钟 我就突然听到 他讲出来一个 很让我震撼的答案 那个答案是我想一个 我一个好几年 想不出答案的问题 居然他就把答案说出来 真的让我很震撼 然后就从那一刻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如果有机会 还跟这位同学见面的话 他讲话的时候 我绝对很专心听 很虔诚 我觉得他讲话对我会非常有帮助 所以这就曾荣老师讲到 这个世界是不是很不完美 那么佛陀为什么 以止按地 他就变成金色的 到底是他真的不完美 还是由于我们的心不完美 使得映入我们眼帘的世界 就是不完美的 那要觉在哪里 就是什么 转心 转心就是皈依照着市场的法去做 你内心真实地照着市场的法去做 这点很重要 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呢 是从无怨无悔 哦对 我想起来了 我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心之勇士 我刚刚看到心之勇士的 第222则 有一个很短 但是对大家会很有用的一个教导 也是曾荣老师讲的 我想念给大家听 这个在121页的第222则 心之勇士的121页的第222则 它的题目叫 静观呼吸回归本心 静观 静静地观察你的呼吸 让你能够回归你本来的心 回归本心 我念一下证文 有时觉得内心和外境都很混乱 胶着和紧张正在淹没自己 怎么办 深呼吸 再深呼吸 如果能把注意力转移到出入息上 呼吸慢慢地平稳 紧张和焦虑慢慢地降低 心也会随之平静 请常常练习 有时候你觉得 有的时候是你内心很乱 有的时候是外境很乱的时候 然后你觉得 慢慢感觉到那个胶着跟紧张 还有压力正在淹没你的时候 周恩老师说怎么办呢 第一个深呼吸 然后再深呼吸 其实深呼吸对我们会非常有好处 深呼吸可以 我们一般人其实常常在缺氧的状态 深呼吸可以增加你体内的含氧量 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呢 把注意力移转到出入息上 呼吸慢慢平稳 也就是说 你现在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吸气 跟呼气上面 有的时候我们叫鼠吸 然后一吸一呼 一呼是一 再一吸一呼是二 看你能不能从一数到十 然后念头都没跑掉 就是不会突然忘记要数 要心里又念头又跑去想别的东西 这是数息 如果从一数到十 你念头都没跑掉 再来从十再数回一 你如果真的有本领 这样来回几回合的话 代表你的那个心的平静的训练就很了得了 有的时候 我知道大家压力紧张 有的时候想睡睡不着 对不对 与其你在那边想睡睡不着 干紧张 或者是乱吃药 你可以像真如老师讲的 深呼吸 再深呼吸 然后把注意力放在呼吸跟吸气上 注意自己现在正在吸气 注意自己现在正在呼吸 然后呢 数息 从一数到十 看你的心会不会跑掉 会不会数到哪里 突然跑到 跑老半天 然后忘记自己数到哪里了 如果不会跑掉 从一数到十 再从十数到一 不会跑掉 再从一数到十 其实那个时候 你说不定就慢慢睡着了 然后呢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 虽然你没有睡着 但是你会因为这样子 你的身心会得到一种滋养 会得到一种平静 绝对比你原来睡不着 在那边干糟级的效果会好 好 那醒的时候 面对很多很杂乱的境界呢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所以真如老师说 常常练习 好 这个在 新知勇士的 一百二十一页的 第二百二十二则 很好记吗 二二二 好 自己有空去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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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